大家好 歡迎來到10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咖啡之神的咖啡沖煮法 我們之前在讀書會裡面有讀一本 就是咖啡大師的美味萃取科學這本書 那這本書是日本的咖啡之神 填口戶跟巴哈咖啡館的總館長 三田康一他們所寫的一本書 那裡面有提到很多咖啡萃取 就是咖啡的沖煮的一些技巧 那我們看了之後其實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很多的技巧我們都想要來試試看 但是因為他們巴哈咖啡館 主要都是使用這一個 三養的跟填口屋 他們一起開發的這個新的扇形濾杯 那之前我還沒有買這個扇形濾杯之前的話 我們是用V60濾杯 因為這本書裡面它也有提到 各種不同濾杯的沖煮法 那其中也有提到V60的沖煮方式 所以我們以前也有拍過一支影片 這個咖啡大師的V60沖煮法 就是用V60濾杯 然後照書裡面的方式去沖煮 但是既然他們巴哈咖啡館 主要都是用這一個 三養的扇形濾杯的話 我想用這個扇形濾杯 再搭配梳裡的方式 會更接近巴哈咖啡館裡面 原汁原味的這樣子咖啡的風味 所以今天我們就用這個三養的扇形濾杯 搭配咖啡大師 每位萃取科學裡面 他所寫到的巴哈咖啡館 他們所使用的沖煮方式 我們來沖煮看看 這個咖啡之神填口戶 他是怎麼樣來運用這個 三養的扇形濾杯 那我們先來沖咖啡 我們現在開始沖煮 先悶蒸 我們的悶蒸 我們會讓咖啡粉 也是全部的去吸到水 我們今天用的咖啡是 我們上一次原始選豆 用的黃金曼特寧 是深焙的咖啡 因為他們這樣子的沖煮方式 是應用在終深焙的咖啡上面 所以我們就用這支黃金曼特寧 來試試看 他的注水方式是分段注水 那他裡面寫的方法 其實他比較強調是 我們要去觀察 這個咖啡粉 跟水結合的狀態 所以他也沒有寫說 每一段的注水 是要注多少 但是他很強調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 他這個咖啡粉膨脹起來 他在周圍會有一個 好像他們在講 像漢堡排這樣子的一個圓弧形 你會覺得說 好像是一片漢堡排放在上面的感覺 那他很強調就是說 不要讓這個漢堡排 感覺是被破壞掉了 然後再來每一次的注水 他沒有講 多少水要斷水 所以完全就是看 我們的這一個水 他的下去的狀況 但是他有說 他不要讓所有的水都流光 要在水流光之前 就開始 第二次的注水 好 那我們在這一次的粉 是用12克的粉 因為他書上是寫24克 他是一兩杯粉來沖 是用大的濾杯 那我們是用12克的粉來沖 那我們這是第三次的注水 前三次他都是說慢慢的注 慢慢的注 那到第四次注水的時候 就可以快一點 那等到中間凹陷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再注入水 那今天我要注到的目標的水量 是170 好 170 好 為什麼170 因為他希望的這一個 萃取量是150 所以他其實沒有規定說 一定注到170 其實你注到更多 然後提早把濾杯移開也是可以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如果注到170 的話現在滴下來就差不多 剛好是150 那12克的粉 萃取量150 這個是他書上面寫的建議的萃取量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用這個下面 有刻度的壺來看 那我們今天用的這個壺 下面也是三樣的玻璃壺 因為他這個完全是一個玻璃的壺 我們會比較好觀察 他這個咖啡滴落的狀況 那一方面他有刻度 比如說150 他有特別一條線 其實因為他是搭配 這個填孔戶的同組方式 所以他在150這邊 特別有標一條比較長的線 那他一杯的量 所以他其實就是讓你搭配12克的咖啡粉 萃取量剛好到150 讓你方便看 然後第二個是 因為他上方 他是完全是玻璃的 所以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像我們剛剛有說 他會希望說你這咖啡滴落 不要滴落完 滴落結束之前你就要開始注水 那當你這邊沒有阻礙的時候 其實你更清楚的可以看到你沖煮完 他滴落的狀況 因為有時候可能我們在表面上看到的水 跟他下面滴落的狀況 都是可以幫助我們判斷這個咖啡目前萃取的階段 好 那我們就來喝喝看 用這個巴哈咖啡管的沖法 沖煮出來的深焙黃金曼特寧 那用這樣子方式沖煮出來的深焙黃金曼特寧 我覺得他的那種純厚感跟甜感 真的非常的棒 因為我們這一支咖啡豆 其實我在烘的時候 我會希望把他的這種甜感 跟咖啡的香味 還有他的厚度 把他盡量呈現出來 但是不要有焦味苦味 所以像我們剛這樣的沖煮方式 其實搭配他這個濾杯 他這個新設計的濾杯 其實他流速是算順暢的 所以我們發現說他在萃取過程當中 一直很順暢的讓咖啡去萃取出來 他並不會感覺好像已經塞住泡在那裡了 所以我們咖啡沒有過度萃取的問題 他會呈現就是咖啡本身的很棒的風味 甜度厚實感 在這樣子的萃取方式下 都可以有很好的呈現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沖煮方式 其實真的是很靠我們的經驗 當然對初學者來講 他會覺得有點不曉得怎麼去抓 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告訴你說 應該要怎麼去注水啊 或是你注水的水量是多少 他只有建議大家我們注水的水流的品質 其實跟我習慣的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水流是垂直往下的 不要變成是一個噴射型 而是讓水流垂直的往下 去往下萃取這個咖啡 然後揉順的去注水 那我們順順的去轉這個圈圈 那他是寫像一個日文的 No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慢慢的去轉圈的感覺 那搭配他的設計的這個濾杯 我覺得整個效果呈現上 真的是還滿不錯的 所以這也是一直我在跟大家分享的一點 就是說我們在萃取咖啡 在沖煮咖啡的時候 其實不是去盯著磅秤 去看說我們現在注水要注到多少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 你要去看咖啡粉跟水 我們沖煮過程中他結合的狀態 我想這一點跟天空屋他說 講的就滿雷同的 他告訴我們要四次注水 可是他都沒有去講說 每一次注水你應該什麼時候停水 或是什麼時候再繼續注水 而是他是告訴我們 你要怎麼去觀察那個咖啡粉的狀態 當我們看到這個咖啡粉的粉層 已經吸飽了水 他們一直講說很像漢堡排的形狀 就是這樣感覺圓弧形圓圓的 當我們如果注水太多太快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水就會衝破 他的那個感覺一個張力的感覺 當你注太慢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你好像沒有那樣子 漢堡排的狀況 其實就是以我們的眼睛去判斷說那個粉 他整個膨脹的狀況去決定你什麼時候要斷水 那當然又會跟每一種咖啡的狀態不一樣 因為我們今天用深焙的咖啡 或中深焙的咖啡 他排氣比較旺盛 你就比較容易會看到那個所謂漢堡排的狀態 但是如果你用淺焙咖啡的話 尤其我們養豆過段時間的話 他排氣沒那麼旺盛的時候 你可能就比較難去看到 像漢堡排這樣的膨脹 但是你還是可以去觀察整個粉跟水 結合的狀況 不要讓這個整個水 感覺比例上超過粉太多 然後變成有點粉水分離的感覺 其實這就是咖啡萃取最重要的一點 那包括說你最後 你要萃取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他也有講 其實第四段的注水就是調整咖啡的濃淡 那也就是說 比如說你做得到這個方式沖煮完 你覺得太濃或太淡的話 你可以在最後一段的水量 再去做一些調整 或者當然你也可以 如果你是太濃的問題的話 我們沖煮完再加一些水百帕子 去把它調整到你希望的濃度 那所以其實我們來觀摩 這個日本的咖啡之神 巴哈咖啡館 天口戶他們的沖煮方式 就會發現說 其實真的回過頭來講 我們沖煮咖啡最重要的 就是要訓練我們自己的感官 要怎麼樣去觀察 這個咖啡粉跟水 結合的狀態 我們才可以抓到最好的 斷水的那個時間點 那這個就是需要長久的 經驗累積跟練習的 這是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這是咖啡之神天口戶 他們的巴哈咖啡館 那搭配他們自己的 濾杯的一個沖煮方式 那我想照這個方式 所呈現出來的 就會比較接近是 他們巴哈咖啡館的咖啡的風味 那之後我們會有更多 咖啡分享的影片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